HELLO 早安 嗨 鳥 秀哥 I'm Yuga 今天在排位要玩 盧蜜亞 盧蜜亞在這禮拜五 不停機更新當中 是偷偷的 也不是偷偷啦 光雲正大的被砍了一刀 他的一技能飛行速度 還有一技能丟的距離都被砍一刀 但是這個操作就有點讓人家不太明白 官方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禮拜三的大改版 並沒有砍盧蜜亞 卻選擇在了改版後的兩天 禮拜五 砍了盧蜜亞一小刀 這個思維啊 對不對 真的讓人家想不通啊 也確實啊 盧蜜亞長期他的勝率 就是霸榜在這個勝率排行榜的前五 甚至前三 就勝率很高的角色 所以被砍一刀呢 我想大家應該也是心知肚明啦 他們就是坐在電腦前面 喔這個角色勝率那麼高喔 砍一刀 呵呵呵呵 還有一個角色 貂蜜 是 歇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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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歸的被改強了 就他的被動會有一個護盾嘛 無敵的盾 原本在破盾之後是12秒會生成 現在改成10秒 就真的是很悉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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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改強 喔 那這場除了玩盧蜜亞之外呢 我還偷偷做了一個小測試 也就是 在大改版之後的裝備叫做 賢者領域 現在我覺得他叫賢者領域有點奇怪 因為領域這個名字會比較符合在改版之前他的作用 也就是有點範圍的感覺 但是現在賢者領域變成只能增加自己的魔法穿透 還叫做賢者領域的話 這個領域兩個字似乎有點不太搭嘎 那賢者領域我的測試結果直接跟大家講 盧蜜亞不適合出 因為賢者領域是你要技能或者是普攻到敵方的英雄喔 你才能增加一層被動 那一層被動就最多能加30點的魔穿 那最多就是疊8層 8層疊到滿就是破240的魔法穿透 那為什麼我說盧蜜亞不適合勒 因為雖然我技能是可以一直丟啦 但是要在短時間內直接疊滿8層 是有點難度的 對吧 而且那個8層是要打到英雄才會疊那個被動 所以我平常在吃兵線的時候 兵線其實也是有些微的魔法 龍也有魔法啊 在吃龍的時候不能享受到魔法穿透 我不如去出賢者領域路 最基本我有150的魔穿是藏住在我的身體裡 對 所以我覺得盧蜜亞不適合出 那比較適合出的話 可能卡莉之後我可以去測試一場 那有興趣的話再留言告訴我 我再去做卡莉出賢者領域測試給大家知道 好那這場的盧蜜亞呢 我們對到的是羅兒 那羅兒我覺得她也玩得蠻好的 因為她會利用2技能滑來躲掉 無敵躲掉我1技能那個強化1技能球 她會直接躲掉 然後我就被她滑到一個頭爆開 好險 潘因有看到 直接一個大招之源 盧蜜亞這個角色我覺得那個造型 要抽獎勁造型真的比較好看 可是我是抽到幽美那一支帳號 所以這支帳號是沒有那個造型的 那我們這邊想要先收 戰尼爾 結果被她順移跑掉 好險 這潘因的資源真的很到位 超讚 我們就是以火力掩護隊友就對了 蘇也是被我大招砸到 那在河道的視野部分 其實都是被我們佔好佔滿的 那搶個帝王蟹 好像沒搶到 那現在那個改版之後 應該說在不停機改版之後 官方竟然沒有把那個bug修復掉 就是只要按到草叢 就會一直跳 小心敵人在草叢裡面埋伏 竟然沒改掉 很吵 真的 這邊要收戰尼爾 好險 潘因也有看到 我覺得潘因 雖然我跟她不認識 她是路人 可是她很清楚知道 我想要幹什麼 對面的人全部都來了 甚至我還被被揚撞到 暈起來 完蛋 好險我凝霜 一技能大招砸到 漂亮 然後夜叉 遲來的正義啊 正義真的永遠不會遲到 只是呢 只是不會遲到 等一下我在講什麼 剛睡醒 頭腦還在混亂當中 那我們已經有六個助攻了 記得我在丟一技能疊一層被動的時候 只要我的範圍內沒有敵人 我是會往反方向丟的 因為我不想要讓敵人看到我的球 他看到我的一技能的球 他就會躲得遠遠的 那我來了 連貝揚也搭著船來了 這支援速度有點快 但是貝揚怎麼被人化了 其實貝揚只要 他這個新英雄出了越久之後 就會越來越多人知道 該如何去打貝揚 其實很簡單啊 看到貝揚的船搭過來 就有一個坦克直接去 去擋他就好了 讓貝揚去撞 讓坦克去撞 就坦克 貝揚撞到坦克也不能幹什麼 對不對 先讓貝揚下船 那我們後排就會安全很多 這波隊友打得漂亮 那剛剛有個小技巧 就是我把我強化的一技能 是丟在莫拉的原點 讓莫拉回原點的時候被控 再搭配我們的潘音 這場跟潘音這好搭喔天啊 我想幹什麼 他都清清楚楚耶 他好像我肚子裡面的蛔蟲喔 山路都有兵線 哇 可是蘿兒滑出來 他瘋狂用二技能 無敵掉我的強化一耶 有點厲害 我發現盧蜜亞超克莫拉 儘管他能無敵掉我一個控制 但是我能連續打出三個控制 一個大 殺到蘇 但蘇沒有死掉 然後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莫拉超好笑 先被我 暈 推 再暈一次 莫拉超難玩的這場 一直進場 但是每次進場就被我丟到 被我暈起來 再丟一下莫拉 暈 雖然沒有到很痛啦 但是你看這個暈 很討厭 哇我們的海倫 奶媽不見了 被秒掉了 那只能來上路 我閑政領域現在已經出了 出了出了 那我的被動才疊兩層 而且我發現這個被動 只要你大概1.5秒還2秒 你沒有繼續打到對面的英雄 那個被動就沒了 穿透就沒了 你要重新再疊8層 那個狀態有點 有點早就被清空了 哇我差點死掉 我的被動好難疊喔 有點後悔出賢者領域啊 所以大家真的 不要 隨便用什麼法師去出賢者領域 那這邊海倫一直補 為什麼我一直往後走 因為我剛剛很殘血的時候 很怕被書拘到 所以我走到很後面 然後海倫也太補了吧 一個大一個一 我的血量快滿了 什麼鬼 還是我的血真的 真的這麼少啊 我看喔 五千六千七千 七千多 還好啊還蠻多的啊 對法師來說啦 中路有龍 中路有龍 有凱撒先鋒 大招暈到 他們就剩下兩隻 暈起來 然後莫拉往前 推暈 我覺得盧比亞真的 太克莫拉了 哇最後拿到了MVP 14個助攻欸 主要是我跟這個潘因超搭 他真的知道我想要幹什麼 然後他每一次的支援 大招都非常的頂級 那盧蜜亞這個削弱 我是覺得影響真的不大 因為還是非常非常的暈 非常的空 就分享給大家 趕快把影片點個大的喜歡 所以各位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